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一把大龙龙的玩具商 机械玩具前锋加魔术师 有点脆啊这个阵容 怎么感觉除了魔术师,其他人都有可能被顺秒的这种意味出来了 就怎么说呢 救人环节 我觉得大概率要出事 因为这个级别的监管者 在防守端一带是那种就是有机可撤的这种阵容当中,挨拉火 直接这个开局应该是一个宝屁之圣了,这上来找到这些时间是开波车 他也只能开波车,他只能在这边躲掉火,然后吃实体到开车 直接开嘛,直接开好像意义不大呀,直接开这边拉鬼窝 但你出了圈以后,这边有紫火,位置上面架住 吃一刀,吃一火一刀人没了呀 五棵树,这边的话火转过来,三二一找脚 这波有点亏了,这波其实吃这个板子,不是这个板子,这躲火的伤害应该是必中的 扭开,漂亮啊,娃娃想扛刀没能成 那这样的话一个插刀,这里心理圈再开一波车,可以啊 那只能回事来打这个娃了,打掉这个娃 滑板过河,距离拉开了,还是刚才这块板子 这块板子吃到的,整个节奏就差了 还有一点呢,机械室这边的一个躲火,确实躲的漂亮 刚才这个火躲的,非常非常难躲的 那个火的一个拉点位置,你想要绕开其实非常非常困难 就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仅仅是反应了,可能它是预判你这边拉火 就神经非常非常紧绷的这种的情况下,才能够 躲掉这朵火的,很可惜就是没有看到球者敌事 因为之前我们经常给大家看到,那我们这边经常给到球者 待会来看一下这边的话火的CD已经好了 看看这边,前方交互点不敢 好的,等到你这边的一个火位置转开以后再翻 队友的话,玩具商,跳板,大龙这边 附近是没有,这边火一拉加速,绕过来,可以 前方那边的一个牵制也很秀 呃,那这样的话,这个局突然之间感觉好像是 求生者把这个局势盘火了 但大家要记得一点就是,我给大家讲过 这个阵容它在防守端是可以去滚起雪球来 扭亏为赢的 前方不抓了 再换抓玩具 大龙的玩具,请多给杀 火 大家看到刚才这朵火了没有 大龙这边的这个玩具商吃的这朵火 刚才机械师 躲的就是类似的这朵火 就这个火,其实你光靠反应,我觉得很难反应过来的 等到你反应的时候,就滑起了很,很难的 机械师刚才吃的,躲掉就这样躲,火已经过来了 他,立马做出反应,往旁边一缓 呃,这里的话,最大的问题是,球者这边状态不太好 他们要来救人 魔术师来,魔术师这边有紫火 在苗,在苗,在苗,紫火,紫火,紫火,走位 有没有,有,漂亮,帅气,对不对 就这个阵容他偏脆的 其实相对来讲,魔术师这边他主要不舍得交这个魔术棒 不舍得交这个魔术棒,就刚才交个魔术棒的话 我觉得吃一刀,人应该能救下来 但不知道魔术师带的是个什么天赋了 应该不是飞轮,飞轮的话,刚才应该就飞轮躲火 他应该是个博明 那这波没救下来,球者这边应该是瞬间蒙盘的 因为外面两个人状态不好,救不了人 虽然说外面两个人一人半颗球 但是这个球并不能够保证他们能把人救下来 结束了,突然之间的一个暴毙 就是因为阵容决定了 他们的一个容错率很低 他们一个这套阵容的容错率很低 现在他看到两台外面两台码机在动 过来找前锋 锁定一个死抓 这里的话 应该是我觉得可以放了 我觉得可以用滑板来补一棵树 远程补一棵树 拉火加速过来前锋拉球 好的 滑板再跟过去交闪现 321 隔窗刀 机械师 也没办法 这个没办法 大图 这套阵容 前锋受了伤以后 球者确实救不了人 只有魔术师去 魔术师那波慢 怎么说呢 只能说有点可惜 有点可惜 魔术师能把玩家救下来 这个博命但凡套上 魔术师即便吃双岛 我觉得球者 还有机会再来打 即便吃双岛 还有机会再来打 因为现在差的密码机 你说多嘛 也就总量加起来就一台 其实还好 因为博命套完以后呢 这个魔术师就不会被上挂了 他就不会被上挂了 因为他这边是可以干嘛呢 就是魔术师和那个 玩具上分开 然后 你这边挂飞 能卡半个的话就好 卡半的话呢 魔术师大概率就交自己起来了 卡不了半过半的话呢 那有可能魔术师还要被挂 这个也不太好说 这边一刀 好的 也是 给大家看我们下期见 拜拜